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见鞋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州聊球 今天胖州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聊CBA什么话题 就聊一下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一场CBA的焦点战中 新疆南兰对阵山西南兰 这场比赛中也是出现的裁判员的一些争议的判法 以及比赛结束之后 阿里江知道他在新闻发布上所说出的一番言辞激烈的话语 那么首先来说这场比赛 想必各位球迷也都知道最终的结果 新疆南兰是经过四节的激战112比101拿下了比赛 新疆南兰他们在比赛中连续被吹到的两次基础犯规 在比赛中也是引起了主教练阿里江的一个强烈的不满 那么首先来说一次是关于莫泰尤大斯的一次基础犯规 那么那一次基础犯规是在第三节行至尾声的阶段 当山西队的球员持球突破到篮下 一下子就把这个正面防守的莫泰尤大斯给撞出去了 其实这个球呢把它撞出去之后 我们看到当时莫泰已经站住了站住位置了 我们正常来说其实这个球你怎么判呢 你判基础犯规肯定是不合适的 那么你可以判莫泰尤大斯的一个防守犯规 也可以判双方都没有犯规 那么这是都可以的 但是你最终判了一个莫泰尤大斯的一个假摔 出了一个基础犯规 很显然这是很不得到的 那么这样一个判法的结果出路之后 也是让阿里江非常的愤怒 我们看到阿里江直接情绪失控了 直接就一吊小跑就冲到了基础台 直接大吼大叫问裁判 质疑现场的基础官员 你是怎么判法的这样一个基础犯规 为什么要这么判 莫泰尤大斯这完全不存在任何的一个表演成分 我们看到莫泰尤大斯确实在这一次非常远 那么其次再来说 另外一次也是第二次一次非常争议的 也是将新疆队队直接给驱逐出场的一次基础犯规的吹法 那就是余德豪 余德豪在一次正面的防守追身 元帅的过程中 一个大帽把这个球直接删出底线 删出底线之后呢 余德豪也是在场面非常提神的事情 有一个庆祝的动作 是吧 吼了一声 但是当他冒着对手之后吼了一声之后呢 我们看到元帅不乐意了 元帅那个意思 好 你冒着我之后你还想挑衅我 对不对 元帅上去跟他顶起牛来了 顶起牛来之后呢 双方花扎各一次技术换归 很显然这一次判法也是让这个阿里江知道非常不满的 因为阿里江知道他认为这样一次判法结果 很显然是让余德豪吃亏了 因为余德豪本身 我在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大帽之后 其次我进行一个庆祝 很简单 而且我没有什么夸张的庆祝 我也没有针对元帅做出任何清楚 我只是元帝这样清楚吼了一下 是吧 那么你就吹我一次技术犯规吗 对吧 而且是元帅主动上来跟我顶牛的 你要吹技术犯规 你可以吹元帅技术犯规 你不能吹我的余德豪技术犯规 我余德豪并没有对元帅做什么呀 对不对 很显然参谈员这样一个判法也是有限 丧失底线了 那么赛后来到刑警方法会长 我们看到 虽然说比赛赢了球 但是阿里江知道 他对于裁判员在场上做出这些判法 依旧是感到非常不满 他也非常敢说 是吧 我们知道一名主教练 如果说在公开场合去评价裁判的话 很有可能得到CB联盟的一纸罚单 他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上 也是非常严厮激励的 给这些裁判员做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 那么也是明确的点出了 莫太尔纳斯的这一次假帅的技术犯规 以及余德豪的那次非常冤枉的技术犯规 这两次都是属于裁判员的非常争议的误判 那么他认为 我们新疆队不应该为了裁判员的 这两次误判而买单 那么当然说到最后 阿里江也是表示 我这不是批评裁判 我这是给裁判员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我们不可否认 其实阿里江也明白 他自己所说出这番话的一些厉害关系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我们的CB联盟 能够真正把阿里江知道 他所说的这番话能够听进去 是吧 他所说的这番话都是有道理所在的 那么也是真正我们的裁判员存在这些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这一番 非常好的一番禁言 而当成一个耳旁风 是吧 听完就听完了 那么很显然这是不对的 我们也希望真正能够 这些裁判员也好 我们联盟也好 听取阿里江制造的这番 非常好的禁言 能够后期做出改正 不要让CB的裁判 继续在我们CB战场上去抢戏下去了 因为这些裁判员 他在场上做出了这些 非常抢戏的行为 导致余乐豪在本场比赛 两次T被罚出去 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CB的裁判 你们停止捉力的表演 好了 我们期待胖猪撩球那些聊到这 喜欢胖猪的表达点关注 胖猪我天天屁丁 撩球